Hello 各位 這條影片的目的是去探究一下射手又叫人馬座的笑點 但是在探究之前 讓我先去打探一下 先去讚嘆一下佛咒 大家都知道我常常有空無事 隨時隨地都在宣揚 叫大家多多念佛 念咒 無論是念聖號 念經 念咒 正所謂有佛法就有辦法 其實釋迦誓傳真是留了很多佛教的貴寶 很多不同 百萬四千種法門是給我們人類去 什麼人類 人類去趨急避兇 去盜脫苦壓 然後去獲得很多不可思議的果報 然後近這個多月以來都不斷有人私下去跟我 有些私下有些就在MeWe Group Chat 多謝我去介紹過這些佛咒給他們 然後他們都覺得真的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在這裏先想去讚嘆一下佛教這些非常之殊性的法門 首先有這個話很長 就是在我的MeWe Group Chat 曾經有位女士 你們自己看了 大家記不記得在頗久之前 農曆七月那時候 今年2021年農曆七月那時候 那個塔千亂男星座雲世的片頭 我就分享給大家 尤其是趁農曆七月去唸那個報父母恩咒 記不記得 然後有粉絲說唸了之後 真是有些很神奇的感應 我這裏折錄 抽取唸給大家聽 我一路念咒的時候 我見到我的七世父母 當時我一路念咒 一路淚流滿面 我亦都見到他們向我多謝揮手 然後慢慢就升上天空 我見到他們的樣子真的 好 是 我見到他們的樣子是很開心 好像得到解脫感的樣子 真的很多 真的 哎呀 我真的不可以做 我已經讀了 完了 真是再次多謝你 還有很感激你 除了分享占星資訊給我們之外 亦都教我們一些佛教的知識獲益良多 然後當然我都發氣充滿 我亦都多謝回他的多謝 OK 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同時亦都在Miri Group Chat 又有 即是另一天 又有人說 真是 多謝我介紹那個報父母恩咒 唸了 唸了一轉 然後爸爸本身是要做手術開刀 但是連近八十都很擔心 是吧 但是呢 即是他會覺得 因為唸了一轉 醫生忽然之間就說有好轉 可以改用抽針去抽乳血 就不用開一個二十支音那麼大的 孔孔的刀 免除了這個困壓的 好開心好感恩 所以他過了農曆七月都會去念 這個是一個真是令人叫做法喜充滿 很欣喜的一件事 知不知道什麼叫法喜 法是佛法那個法 喜就是喜樂那個喜 這些喜樂不是因為你世間的喜樂 不是說我得到錢 或者泡泡沒人歸 或者考到第一 而是覺得在佛法上面有精進 和大家認識了佛法 這些事真的令我由心 很讚嘆 很感恩 還有 除了這個報復母恩 大家都知道我整天 鼓勵大家去念準題 實在有太多的好事 要在這裡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首先 有個系人 有一天跟我無端端報料 就說 啊 Thomas我想跟你分享昨天發生了狠狠 狠狠 狠狠 三個狠 狠狠狠神奇的事 因為那時候我就叫他 因為他移民 問賣樓那些這樣的事 那他就 就是我 分享準題法門給他 然後他就一路坐巴士 一路上面在那裡念 那忽然之間 就有個A長 就約他看樓 你覺得是不是太太太太 這個客人是很喜歡 重複那些字眼說三次的 狠狠狠神奇 太太太 的確 寫過也真的很神奇 因為他一年放了六間地產店 但是這間沒有放 但是居然是這個經紀自己去找上門的 對 就是和準題 啊 我好記得呢 我好像有另一個客人 他自己就是做地產經紀的 對 他都經常跟我說 他唸了準題之後就可以開倒單 我也替他很高興 好 然後這裏又有第二個個案 那 不是說很具體的 但是有一個客人就很開心地跟我反應 那 就唸了之後 他說都對他很有幫助 謝謝 這樣 其實呢 不單止謝謝我 我只不過是一個 小小小卑微的媒介 但是最重要是 要去謝謝佛菩薩的慈悲 他們會 創立很多這些法門去幫助我們 還有 說真的你不是靠 一些現世的 伎倆 去幫助自己 你不是說我擺些什麼 帶些什麼 是真的 念經念就念佛 心誠則靈 不用錢的 何樂而不為呢 各位 然後還有這裏 也有一個客人 就說 哈哈 七下七下 跟著念 念念下 都想再知道是什麼 就上網再去了解一下 這些就是一些非常好的 信宗教的角度 正信不是迷信 你不要一直聽別人說 當然 我起碼是和你們先種了一粒種子 先種了一個善根 但是 當你們之後有心的 自己就去Google 就是很多 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這個網絡世代 ignorance is a choice 愚蠢 不是再是天生的了 愚蠢 或者無知 不要說愚蠢 無知ignorance is a choice 不是再是 就是 不是再是 就是叫做那些什麼 那些叫什麼 忽然之間忘記了 那些類似跨代貧窮 以前有些人 沒有錢讀不了書 是不是 已經沒有跨代無知這回事 這回事 OK 現今世代 你什麼東西 你去Google去找 去問人 到處去 找上網電子書 上網圖書館 所以 有些什麼東西 你不要說 唉唷 我不懂啊 你不要做了這些 迷信的 無知的那些 婦孺啊 伯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有什麼東西 自己去查 他也是了解了 找了反音 找了正確讀法 現在日日都有背 就算 就是 有時候很忙 很懶 但是呢 都會逼自己 每日都背108次 因為108是 佛教一個吉祥數字 一個大數來的 OK 因為他是9乘12 OK 然後就說 有時候不是很順景 但是背召完之後 他人都沒有那麼 拿著 沒有那麼想起一遍 我們這裡 非常感恩佛菩薩的慈悲 好啦 讚完佛菩薩之後 我又讚一下自己 我們都未去分析 射手座的笑點 但很快就來了 而且放心 這條影片不是很久 浪費你20多分鐘 不要跟我債刑啦 好啦 哈哈哈哈 然後呢 這樣 話說 坦白這件事 那一天呢 我未出帖 就說 其實 他都要靠一些娛樂圈 或者 甚至是政治圈的一些大顆 女貴人 都有機會幫他解到圍 甚至呢 我已經是Name Names 我說明 阿汪阿姐 是會有份的 因為一些 就是要老過阿坦白的女人 尤其是是土姓星座 因為我一向是阿汪阿姐 是存侶了的 好 果然呢 有一天 在MIV Group Chat 有個客人 就分享 說 果然阿姐真的出來打救她 為她說好說話 那這裡就是 讚我 竟然這樣都 開口中 在黃雲眾生裡面 我偏偏就是說到汪阿姐 當然其實我還是說阿姐和小鳳姐 但無論如何 好 這些是一些最近生活上的小分享 但現在呢 就真的入到正題了 話說 在本年的11月26日 我就出了一個post 在MIV IG Facebook也出了一個post 是一個投票的post 來的 那呢 就說呢 在26日的前一天 即是25日 那我就 搭船這樣過海 那就在 海上面 不是海上面 在海上面 在船上面呢 就看到一個非常之有趣的情景 我就叫大家去投票一下 覺得這件事好不好笑 然後我的 expectation就是呢 射手座就一定會覺得很好笑 那當然會有一些exception 同星期這個射手座 太陽為主 上身為虎 因為呢 這件事呢 其實是真的很 就是 會 會 挑到我們射手那條 那條 那條笑筋 啊 是不是會這樣說的 挑到我們那條笑筋 真是 會打到我們那個funky bone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典型 我覺得 會觸碰到射手笑點的一個 場景啦 OK 那我就叫大家去投票 那呢 那 那我現在 真的隔了那麼久 今天是 我去 廢作這條片 還有應該會 同日都提到這條片 是12月5號 那就是隔了 個幾星期左右 OK 那就做了一個小小的統計 大家聽著了 非射手 但是覺得 好笑的人呢 是67個 總共 即是根據 在那個統計資料裡面 非射手 但覺得好笑 67 非射手 又覺得不好笑 是55 是射手 而覺得很好笑 44 是射手 而覺得不好笑 就19 那你們去計算那個比率 那真的 這些東西是真的射手了 會笑的那個比率 是遠遠高過 一些非射手會笑的 OK 還有 一些不是射手 亦不會笑的人 那個比率 又倒進去 是高過一些 是射手 但是不會笑的人 大家明白嗎 你把我剛剛講的那些 figures 去抄多一次 not射手 會笑 67 not射手 不會笑 55 是射手 會笑 44 是射手 不會笑 19 如果只講這些數字 都好像很抽獎 是吧 但是我們射手 其實那個思維 是很嚴謹 一些邏輯很嚴密的人 我就不妨去計算那個比率給你 OK 在非射手的人裡面 OK 非射手的人 聽著吧 會笑 對不會笑 那個比率是 1.218 對1 好了 現在去到 是射手的人 哎呀 哦 哎呀 哎呀 有沒有說錯呢 哎呀好害怕喔 我沒有說錯 自己嚇自己 神經的 哎呀 哎呀 再說一次了 非射手 會笑對不會笑 是1.218 對1 好了 現在就是射手了 是射手 會笑對不會笑 是2.316對1 所以呢 大家聽得出 在 非射手 和 是射手之間 會笑 那個比例是1.218 和2.316 分別 OK 嘩 高出 足足都有1.1 左右 好 所以呢 那我今天就來解构一下 我用一個射手 一個很 因為我是一個很 一般的射手 來的 是的 我就用我們那個思維 去和大家一些 不懂笑的人 去解釋一下 究竟這件事有什麼好笑 OK 還有一些 如果你又說 你投票了 你說你自己懂笑的人 那不如我們又去 看看我們大家 笑的那個重點 是否一樣 好 好了 不過呢 在正式去解构那幅圖之前 又要打醒一下 話說在我鋪完那幅圖之後 即是 11月26日 我想在每天 可能27日 就有一個粉絲 私信IG DM我 就說 他應該是 踏到同一艘船 是的 同一班船 他竟然是 看到我 看到那張椅子 是的 看看呢 同一枝烏龍茶 都還在 這件事 其實我也是笑了 笑了一會 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覺得這件事 很好笑 但是呢 我現在就 我 講一些其他的事例 去告訴大家 其實 究竟射手 或者你身邊的射手朋友 有時候是不是 真的在你旁邊 你和他一起相處 和他一起出街 吃飯 他什麼都笑的 而且他的笑聲 是很有魔性的 很有感染力的 OK 但是如果你覺得不舒服 你會覺得 可能有一些 對方 或者是 會引來一些 別人的奇怪目光 但是抱歉 這件事我們真的 不能幫助 是 幫不了自己 喏 我們呢 因為射手 是掌管 我們叫 高階思維 所以我們笑的東西 我們一般不會笑 很便宜的 唉 你知道嗎 我們是最不喜歡 什麼 就是你聽到 你會把你的臉 覺得 不要那麼低樁 多大個 可能小朋友會笑 那些 是不是 射手小朋友會笑 但是 你18歲之後 其實 如果你笑的話 我會覺得 你是一個很不典型的射手 就是那些什麼 屎尿皮 色情 顏色黃色的東西 哪個賴屎 哪個放屁 就是永遠 其實很多棟篤笑 都會有人說這些 但是其實 一說這些 其實真的很低樁 因為我們是管 高階思維的 我們是喜歡一些 你要用腦的幽默 是有一個喜感的幽默 還有可以擺入一個喜劇性的幽默 它是製作了一種出人意表 是鼓勵不到的那個矛盾 那個衝突性 這些東西 才令到我們覺得 很好笑 或者是一些 非常之witty 很有witty 的東西 例如這裏 有一天 在我自己一個 朋友的group chat裏 我就搞錯了一些 不同的場所 因為 我不差再講生物必 朋友就說 要去青山蟬縣行山 然後我就搞錯了 我以為是 荃灣的竹林蟬縣 然後我還說 裡面有什麼拜的 有四面神拜 有藥師佛拜 然後她說 不是荃灣 原來她說那個 是青山蟬縣 我就搞錯了 做竹林蟬縣 然後她就說 她說這個是鄧麗人 認定了鄧不列島 是不是很搞笑 我們都有一個鄧字 她在這裡 她吃這個wordplay 很搞笑 而且 因為鄧麗一是一個 我不知道你覺得不覺得她美女 總之是一個女明星 然後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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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當初一看到這宗新聞 我已經笑到 即是笑到 太過麻木了 所以我現在製片的時候 我就笑不出了 但是我當初真的笑到 哇 真是胃都抽筋 因為你明明這件事是可以 擺上 一個電影螢幕 整件事是很有喜感的 是真的好 是有一些 幽默趣劇 很Mr.Bean feel 那些 不過Mr.Bean 我不知道以前有沒有笑到 但是 即是這件事是可以 唉 為什麽可以人人這麽聰明呢 好啦 喂 或者我也都 忽然之間我很想分享一段 哇 即是想起到 嗯 幾多年前 在我十七十八歲的事情 我今年三十歲 即是都十二三年前的事情 但是到現在我還是會笑的 我想分享一件 即是 過往的 笑到爆嘴的事情 更加給大家 一個感覺 究竟射手座是會笑些什麽的人呢 那話說 嗯 嗯 我以前高校呢 就有很多的 國際學生的 那呢 我記得有一次農曆新年 嗯 之前或者之後 我們是農曆年假的嘛 在放假前或者放假後 我回去了 即是我們是住宅 那呢 就有一個邏輯 即是邏輯 即是香港 非國際學生的 那 那 有一個邏輯的女生 就叫Catherine OK 去到現在都是我的朋友 好啦 啊 啊 就是我最近這一次 天平座水翼 我發夢見回去 然後我們去review那個 一個女生的朋友 好啦 那呢 就 就話說 那 而請我們這個 即是我們住宅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定期有一些 宅間聚會 在好像是星期四的夜晚 OK 那 夜晚我們就去 即整個宅間聚會 那些人在那個宅間聚會 那裏去見面 然後去講一些 學校的問題 或者有些什麽宣布 或者不同的Clubs 有些什麽的 就是一些 一些招募 廣告活動 這樣的東西 好啦 那在我們開這個宅間聚會之前 那Catherine就很聰明 那她覺得 啊 即是中國新年 那都給大家去感受一下 中國文化 就呢 在那個宅間聚會 因為同時這個宅間 都是一個廣棟 那樣的 就是一個廣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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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她就拿個微波爐 就叮蘿蔔糕 就打算給大家吃 就打算 因為開這個宅間聚會之前 她就開始在那裡叮了 那然後 叮好了 那開完會之後 大家還沒得吃蘿蔔糕 就是給一些 overseas students 去試一下 是不是 那她就不斷在那裡看 OK 開會之前已經開始在那裡叮 看到一頭煙 接著 開的時候 那個微波爐仍然都是在那裡叮 那忽然之間 我們 好了 到開會的正中的時候 那就有一個 overseas students 其實她是埃及人來的 她 她還是我的 roommate 她叫Ramy 那這個Ramy 一向是很粗聲粗氣 很macho的男人 有時你甚至會覺得她有少許 但其實她很真性情 她就無端端跟那個老師舉手 可能之前有些人說過一些話之後 她就無端端舉手 很緊急 她說 我剛才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那我主持的老師就說 OK Just go ahead 她說 What is this smell? 什麼味來的? 這麼奇怪的 然後呢 我們當然是知道 Catherine就說 Oh I'm sorry I just want you guys try out some Chinese turnip cake 就說 這個是我們中國的蘿蔔糕 現在農女生年就讓大家去吃一下 OK 但是因為那個Ramy 她經常被人的感覺 都是老化充觀的 然後Catherine看著她 大家都 爹爹了一會 有點尷尬 好了 這個時候 DOM的老師 即那個 meeting的主持 又出了聲 然後這個主持 是一個法國女人 一向那個樣子都有點黑口黑臉 而且一向這個 Michelle 這個老師 都好像有一點 不太喜歡Catherine 無論如何 她就 我不會扮那個French 但是總之有一點高傲 冷傲的態度 就說 即是那個意思 就說 都很感謝的 多謝你 這麼好心 讓大家去試一下 但是呢 她說 你就不應該趁我們現在 即是我們現在 在DOM路裡面 我們全部的東西都封了 她說 因為這些食物都很大的 味道 搞得大家都被焗 她說 她說 其實你可以是 趁我們開完會之後 你坐在那裡焗 然後你發電郵 叫大家來試一下 OK 其實 好了 這個時候很尷尬 而且因為這個 Mick Shirt都串串共 而且 根據我的印象 Mick Shirt一向都好像 有一點點不太喜歡Catherine OK 總之這個DOM路 是哇 令人非常之尷尬 然後Catherine 就說 Oh I'm sorry 然後她就看著 Michelle Michelle沒有出聲 好了 這個DOM路呢 在一兩秒之間 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給大家猜猜 這一兩秒之間發生什麼事 就話說 突然之間 因為Catherine 是盯著那些 蘿蔔糕的嘛 那個微波爐 叮一聲 打破了那一刻的寧靜 即是他們兩個在那裡 我們整個Block的人 就看著他們 接著無端端 我們全部都在閃閃 無端 叮 我神經病 我真的十多年 想起來 我就是這樣笑了出來 哈哈 接著整個Block的人 即是整個DOM的人 接著我一起爆笑 爆笑到飛起 我們知道 我們石手座就是笑這些東西 總之任何這些 很有喜感 很有一個 強烈的戲劇 衝突性的東西 我們就會笑 好 所以說了整文這麼久 我們要言歸正傳 去解釋一下 究竟這幅圖 有什麼搞笑 我一直看著 笑到我都傻了 那再說一次 如果你們當初 都是有投票 笑的人 你儘管聽聽 跟我的想法 是否一樣 但是如果你 沒有笑的話 那你儘管看看 讓我能否認識到 但是如果你不認識到 那你就不要在那裡 派生 或者 人的思想有不同的 但是我現在就在那裡 即是否釋一下 那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搭船 過海 那即是其實 即是香港你的海 基本上你都沒有什麼風雨 沒有什麼浪 即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搭檔鐵 那個 按下按下那個 即是那個 顛簿不平升 遠遠高過船 所以船 你就基本上 你是不需要這些 這樣的安全措施 即是當然 除了輪椅 我當然很明白 這個本身是輪椅位 但是呢 你在這個 輪椅 的位 特地去加一張椅子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非常誇張的了 已經是很煞有介事 還有你知不知道它整個感覺是很像什麼呢 我是想起那些 龍椅 即是那些 清朝故宮的那個 龍椅 你想一下它後面有個 然後它 還有一個黃色東西在圍著 整件事是很煞有介事 好像覺得 哇這個是一個什麼寶座 一個很安全很安穩的寶座 三拍里整個船 會在那裡搖到怎樣去 就要在這個位置坐到最安全 最坐到十一吃 然後還有一個 南安全帶在那裡 OK 即是我 我明白 我當然明白它本身是課輪椅 但現在這個沒有輪椅 那那個船員就放一張椅子在那裡 課自己坐 那但是你想一下 那為什麼它不坐裡面呢 那你裡面都有那些 一排排的那些船位 然後呢 現在要多給一點點想像力 因為我都說了 我們社手座是經常少一些 即是你要用你的Higher Mind 你要去想遠一點 想闊一點 我們社手是一支箭 射箭 麻煩你要想遠一點 你要給一點點想像力 OK 你現在去假設一下 在一晚很多人的時候 即是可能整個船的人都滿了 OK 那些人多多可能就站在那裡 站在你對面 但是你一個船員呢 你就肆無忌憚 大肋肋地坐在這個 那麼寬闊的位置裡面 在這張綠色椅子裡面 即是我假設那時候沒有輪椅 然後呢 你四周圍還要圍著一個 黃色的東西 好像在那裡保護著你 然後呢 你對面有些客人 即是乘客就看著你 你覺得整件事是不是很吊軌 是不是很引人發笑 即是你在一個很平靜的船上面 你要坐在一個這麼尊貴的位置 一個彷彿龍椅上面的 然後旁邊呢 你在對面就有一些乘客 就是站在那裡看著你 你覺得整件事好像搞到自己很 很 即是怎樣說 又有點而哪個 因為整個船上面很安全 風平浪靜 慢慢地在那裡過海 然後你就要搞到自己 那麼重要 即是坐到那麼安全 即是這裡那個 相反是很大 會造成一個非常大的矛盾 還有陸續有來 你本身有一張椅子 很難 你上面還要擺一個水準 即是你現在 我當然是有資 那你本身這個水準是船員 那你不放地上就放在上面 免得掉下來 什麼都好 那但是整個感覺就是 你好像你要創造一個這麼重要的位置 那原來它是給一個水準 是用來擺水準的 是的 你覺得這件事是不是很搞笑 其實跟街友起事 有一個二曲同共之妙 他不是說 周生前不知道有過什麼病 就是那個精神病人 但是假裝精神科醫生 接著就叫他做什麼 就是叫他不知道拿些什麼 包包包 是不是街友起事 還是 還是 大量物貪能力法 就說不知道拿些什麼藥材 包包包包 然後倒成什麼 三碗水變一碗水 然後這碗水就倒了 其實這個是有意高同共之妙的 你搞了一場大龍鳳 搞了一個這麼重要的座位 但是原來最後就是給他擺水瓶 那這件事 你說是不是很搞笑 所以其實石手座就會笑這些東西 那我看回一些評論 那現在在讀 那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說 請問笑點在哪 就是在我 11月16日那些post 有一個 就是有些不同的人 comment 他說 立滿的摩蠟 完全想不到 摩蠟座是比較 酷酷的 比較rational 所以這些東西應該不是很會笑 然後還有一個人說 安全而已沒有什麼好笑 那個點不是很不安全 然後有人還說 是不是要看過某些劇集 知識笑 講到這件事 然後又有另一個 comment 就說 好像覺得行形會被跌落水 或者好像覺得會在下面彈上來 這個好像一張彈彈椅 那我忽然之間想在另一個 我想可能都是周星馳的戲 是的 或者是劉青雲和袁詠儀的戲 羅家英那部 因為話說 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 在以前 可能八九十年代 有一陣子很流行一些整古的戲 是不是 還是軟眼天絲那部戲 就是 有很多不同系列的 和很多不同的人去拍 超級整古之霸 整古專家 整古之王 那些 是的 那我都記得曾經好像有一部戲 嗯 是的 就是 總之你坐在那裡 但是原來它會彈你上天的 那 所以有些人comment到這裡 我又繼續在這裡笑了 那大家可以看看這幅圖 那其實呢 它有一個四四方方這麼漂亮的位 是不是 那你不凡加少少的想像力 可能它走到一個海中心 無端端的位置 就被你在這個方角裡面跌了下去 就被你跌了下去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都是有一個小小喜劇感 在那裡的 噢 然後又有個文化 好像行刑的電影 whatever 那 我不知道我講完這裡 可不可以肯定到大家了 那 明白嗎 好了 究竟我當初那個笑點在哪裏呢 那 還有 大家不妨在這條YouTube的影片的comment 去分享一下 究竟你給不給我肯定呢 就好 還有你們 如果你們當初投票笑的話 是笑些什麼呢 OK 好 那就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謝謝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